大家知道最近赚钱挣到手软的是谁吗 没错是土耳其 在俄乌战争叙利亚战争和阿塞战争中 土耳其的武器频繁亮相 尤其是俄乌战场上的无人机 再度成为了战场上重要的侦察手段 根据公布出来的视频 首先是乌克兰用土耳其无人机 对俄军的打击效果非常好 各种宣传视频看得人眼花缭乱 什么坦克装甲车防空系统 通通都是无所隐藏一发报废 土耳其的无人机真有这么强 他们的舰载无人机航母搞得出来吗 本期视频火力军就来一探究竟 首先火力军要表明 自己是站在反侵略一方的 因此与其说土耳其无人机 在俄乌战场性能厉害 还不如说乌军士兵作战意识 操作技术优秀呢 因为土耳其的TBR无人机性能 也就那么回事挺一般的 TBR无人机的研发非常有意思 我们知道土耳其作为 北约第二大常设军队的国家 其军队规模仅次于美国 与美国的关系还算不错 但要是在战时 一旦美国禁止出口类似的装备 土耳其军队就会很被动 于是他们便开始自行研制 查打一体无人机 最早的星号是TB1 在2011年交付给了土耳其军队 而更大更先进的TBR 则在2014年8月完成了首飞 TBR无人机是土耳其研制生产的 低成本中型查打一体无人机 在本次俄乌战争中 TBR无人机帮助乌军精准打击了俄军很多的坦克设备 但事实上 这并非土耳其无人机第一次引起全球的关注 早在其他冲突热点地区实践中 人们也能频频看到土耳其的身影 像2021年以前 该型无人机主要用于土耳其国内反恐行动 有效打击了恐怖主义势力 另外还有2019年土耳其向利比亚武装力量提供无人机 摧毁了23套俄制防空系统与大量地面装甲目标 阻止了哈夫塔尔武装对黎伯里的攻势 土耳其拜卡尔系列军用无人机 一下就声名远洋 以及在2020年3月 土耳其在叙利亚部署了武装无人机 在空军与地面部队配合下 摧毁了叙利亚政府军数百件重型武器 以及大量弹药与军事设施 确实有效阻止了叙利亚政府军的攻势 随后纳卡冲突爆发 土耳其无人机主要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 火力压制及定点打击任务 共造成亚美尼亚军队超10亿美元的武器装备损失 看到这儿 是不是觉得土耳其无人机还挺出色 其实不然 就拿俄乌战场上的TBR举例 TBR在俄乌战场上 虽然击毁了大量俄军坦克 装甲车等装备 但是它自己的损失也不小啊 截止到8月16日 土耳其TBR被证实的有效打击次数 大致也只有被击落无人机总数的零头 之所以能再对叙利亚展开强力打击 那是因为TBR比较适合打击防空力量薄弱的国家 所以土耳其的TBR性能也就一般 无法像美国RQ-170那样的无人机相比 况且乌军在战场使用的更多的是民用商用无人机 使之拥有了俄军步兵难以匹配的战场信息感知能力 乌军士兵曾多次使用民用商用无人机进行非常隐蔽的侦察活动 拍摄到了大量俄军在公路活动的画面 从而为火炮提供支援和导引 结果就造成了俄军的大伤亡 这种民用商用的无人机除了价格低廉外 主要是它够小 传统的雷达根本起不了什么作用 低可探测性为这些无人机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战场生存能力 当然在一些俄方报道中 俄军同样也装备了大量的民用商用无人机 但通过最后的结果来看 俄军无人机的使用效果显然是不如乌军的 这也从另一方面反映出乌军士兵在缺少衬手兵器下的英勇作战精神 通过土耳其无人机参与的战争 它其实已经暴露出了不少缺点 首先是土耳其的大多数无人机都缺少未通天线 比如土耳其自己军队装备的安卡 以及Barakator TB系列无人机 安卡AB和TBR均没有安装可供超视距控制的未通天线 需要地面引导站使用微波信号进行遥测引导作业 这就像跑长途的货车要中途加油一样 不仅大大限制了无人机的实用作战半径 而且地面引导站的遥测信号还极易受到干扰 甚至其本身也会因为部署的过于靠近前线 让无人机引导员身处险境 其次是土耳其军队的无人机 目前缺乏相对强有力的空地打击武器 因为土耳其大多数无人机载核都相当有限 像安卡S无人机的最大载核有250公斤 一般都会选择携载四枚UMTAS型反坦克导弹 改弹战斗权重约40公斤 这是土耳其唯一一种能进行强有力打击重甲目标的武器 另外土耳其还有两种无人机专用的空地打击武器 MAML和MAMC导弹 只是这两款导弹的体积都太轻了 前者的战斗权重只有20公斤 后者甚至只有8公斤 在打击强固目标时 这点杀伤力根本就不够看的 最后就是土耳其无人机自身的防护能力不行 前面咱们讲了 土耳其投入到战场上的无人机 除了安卡S无人机以外 其他都需要靠地面引导战 使用微波信号摇测 而这种微波信号无疑是相当容易遭受截惑和干扰的 这次火力军不拿俄乌战场举例 省得说我偏心 在伊布利布战事的最后几天 俄空天军将手头最精锐的TU-214R型战略侦察与电子对抗机 投图伊德利布战场后 土耳其无人机的损失数量猛增 其中相当一部分都是遭到电子干扰失控而坠落的 掉下来时都比较完整 尽管土耳其无人机的性能不尽人意 但是通过其在战场上的表现 我们不难发现 查打一体无人机作为新锐作战装备 很有可能会主宰未来战场 其特点囊括起来就12个字 潜力巨大 劣势明显 体系作战 说查打一体无人机在未来战场上潜力巨大 是因为这些无人机普遍具有很长的制空时间 而且它的无人性质 可以用执行长期监视或高危险性任务 这两方面一结合 也就决定了这种查打一体无人机 在特定作战区的时间控制上有独特的优势 极其适合执行 诸如打击 防空压制 定点清除等 耗时长 危险性高 政治敏感的任务 而这无疑便是查打一体无人机的巨大优势 劣势明显 我们从俄乌战场上来看 目前这种查打一体无人机在大规模战争中 所起的作用还是相对有限的 尤其是其自身防护薄弱 攻击力不足等问题 在面对着有着比较完备的野战防空系统 与战略级电子对抗设备 且主要作战力量已经基本实现了装甲化的作战对手时 究竟还能发挥出多大的力量 确保自己可以重复出击 而非一次性的消耗品 这期间仍有很长一段路要走 体系作战 未来无人机不会单打独斗 而是会一种大家中加小的体系作战模式 主要分为侦察模式 主战模式 以及全息模式 侦察模式是我们目前战场用的最多的模式 其基本方式是利用无人机的空中优势和速度优势 通过装备不同任务载荷的多种型号无人机 依托操作人员遥控前往飞行区域 执行侦察监视 电子干扰 通信终极等任务 以确保行动的顺利进行 当然 该模式对无人机与控制战的通信链路要求很高 一旦链路受阻 其作战保障能力也会相继丧失 当初美军猎杀本拉登的海神之矛行动 便动用两架搭载BACN的全球鹰无人机来提供通信保障 主战模式 简单讲便是查达一体 协同作战 这是当前无人机作战发展的重要战斗模式 其融合了有人平台和无人平台的混合编组 无人机负责担负战场侦察 目标锁定 攻击引导等任务 有人机随后负责火力打击 消除目标 而这模式的起点是美军在阿富汗战争中首次使用了捕食者 无人机 击毙了塔利班基地组织二号头姆阿提夫 从而开创了无人机执行攻击任务的先河 另外 在叙利亚战争中 英法美联军更是将斩首行动贯穿了空袭的全过程 期间在美军实施的397次空中打击中 由145次由捕食者无人机完成 远超过了前几次战争中使用的次数 在主战模式下的无人机作战交互性强 不仅有一套自己的查打一体战法 同时也能与有人机配合 发展出斩首攻击 点穴清除等重要作战手段 形成了独特的作战体系 全新模式也简单 就是利用若干大型有人无人机平台 搭载大量小型无人机 作战时发射或部署为战斗机群 实现数据共享 飞行控制等多个目标 灵活应对各种战场突发情况 完美体现了什么叫战力不够 数量来凑 而无人机的集群作战并非二战中的闪电战 它更强调集群智能 虽然个体简单 控制分散 但其能够在实时变化的战场中 通过自主协同配合组成强大的战斗机群 共同实施目标打击 简称用脑子作战 该模式能最大限度消耗敌人的防御 从而获得最大的作战效益 最近的土耳其在无人机领域仿佛打通了人多二脉一般 搞出来了不少款式 除了TBR以外 土耳其推出了能解决航母舰载机难题的 红苹果无人机 以及最新一代的游骑兵无人机 游骑兵是土耳其最新一代的无人攻击机 数量为7架 其双发设计和海鸥机翼让人印象深刻 据说它的航程超过5000公里 有效载荷达到了1.35吨 外挂能力为0.95吨 相对于毫无槽点的游骑兵 红苹果无人机应该更能吸引人的兴趣 可能有人疑惑了 红苹果很强吗 还能当无人机 从外观上看 红苹果无人机采用了隐身飞机的射击特点 雷达散射面积肯定进行过优化 采用内埋式武器弹舱 有源相控阵雷达 且具备超视距数据链能力 在气动布局上 采用了边条1加前1的压式气动布局 进气口位于机身的两侧 这应该是土耳其第一款采用涡扇喷气式发动的无人机 该型无人机的定位为单发喷气式超声速隐身无人机 具备短跑道起降能力 能在航母上起降 在500海里处的站位置金时间为3小时 将携带土耳其国研制的各种弹药 主要包括空空导弹 反舰导弹等 可执行作战攻击 导弹攻击等多种任务 乍一看感觉是一款还不错的武器 另外 按照计划 红苹果无人机会在2023年首飞 目前 该国工厂正在组装第二架无人机原型机 预计在阿纳多鲁号航母上服役 成为全球首个装备超音速隐身舰载无人机的航母 而土耳其打造无人机航母其实也实属无奈 但按照原计划 该无人机将配备土耳其和乌克兰 共同研发的AI-25TL发动机 但也有可能直接安装乌克兰AI-3RRF发动机 后者最大加力推力4200千克 不加力最大状态推力2500千克 能达到超音速的指标 但现在俄乌战争还没有结束 是否会影响到发动机供应 这不好说 还有就是土耳其无人机的缺点 除了之前讲的技术层面上的东西 首先要面对的便是体积和航程不足 像在利比亚战场 TBR就被敌人的无人机尾随 结果将其老巢炸了个人仰马翻 到了最新的油骑兵无人机 土耳其虽然弥补了无人机体积和航程不足的问题 但是在动力方面仍旧存在问题 油骑兵原计划也是从乌克兰采购两台AIF450发动机 但同样受到俄乌战争影响 不得不采用了两台450马力或750马力的涡轮螺权桨发动机 而且在全球无人机中 美国绝大多数都采用的是单发射机 而俄罗斯 印度 土耳其则多为双发 两台发动机的重量 省油性能 远远无法和单发无人机相提并论 偏偏无人机又对油耗是非常敏感的 由此可见 油骑兵无人机可能又是一款自己用可以 但放在其他国家就不行的无人机 总体来说 土耳其国防工业在无人机领域表现出明显的发展潜力 并且已经研制出了多款各种用途的军用无人机 推向国际市场 而军用无人机的优点是成本低 技术要求低 大型军用无人机更是可以长时间制空侦察 也可以携带导弹 实现发现机摧毁 对打击时间敏感目标很有效果 最关键的一点 无人机毕竟是飞机具有天然的制空属性 对陆地很多军事力量都有克制作用 而且体积小 隐蔽性强 不容易被雷达侦测到 可以深入敌方阵地进行观察 因此无人机作战未来可期 好了 关于土耳其无人机 你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们一起讨论 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吧 感谢观看 呼吁